在原住民優美的歌聲中 宣告每年都會舉辦了 太魯閣峽谷音樂會 今年不會停辦 將會在下個月9號如期舉行 太魯閣國家公園 在歷經了0403大地震之後 園區內知名景點都遭到破壞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花費了2億元 目前已經陸續修復7處景點 包含了長春池 九曲洞 部落灣等地 預計明年上半年 就可以重新迎接遊客 至於位在天翔 有全台最美飯店美誼的 太魯閣菁英酒店 也在10月13號重新開幕了 最新的振興券優惠 更是放大了10倍 使用200元的券 在飯店可以折抵2000元 配合花蓮的振興券 吸引遊客的誘因非常大 目前整個精英酒店已經翻修完畢 人潮陸續回流 現在就等太魯閣公園全面開放 期盼在創以往的觀光高峰 高級別黃一鳴在花蓮報導